沒有辦法很詳細的跟各位說明 因為這個部分有300多題 那300多題跟各位說明一下 它的考試初題的方法 第一個 它的題目跟答案 會跟將來你看到的是 一模一樣的位置 就是題目出來 如果它是A的話 將來出來也是A 它目前好像系統裡面 不會自動亂跳 所以如果說你沒有時間的話 你就可以先把位置先記起來 它有單選題也有副選題 單副選題都有 第二個的話 你如果不會的話 不要亂猜 因為它會倒扣0.5分 所以我還看過有人是 猜到倒扣的 變成副分 會扣到你的操作級 所以你沒有把握的話 你就空下來 不要回答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說 你的那個 測驗題部分 300多題 其實所有的題目 基本上都會從 那個300多題裡面出 不過TQC Plus 它有一個精神 就是跟TQC不一樣 TQC是全部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全部都從題目裡面出 可是TQC Plus 它大概只會從題目裡面出 最多九成 也就是說 平均起來會有兩三題 不在那個題本裡面 你是不知道說到底 它這個題目從哪邊出來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那個題目看熟的話 至少應該會拿個16、7分 應該是不會有問題 你如果不要亂猜的話 把那個題目背熟 應該可以拿到這樣的分數 那再來的話 操作題 有三題 也就是說呢 這三題占了80分 那第一題 20 20分 第二題的話 30 第三題是30 所以建議各位 可以從那個分數比較高的先做 就是二、三題可以先做 最後再來做第一題 這樣的話呢 分數會比較好拿一點點 那總分的話呢 是70分 那考試的費用的話呢 是1500塊 1500塊 是外面的行情 OK 那當然其他還有 像不只是Android這個考試啦 其他還有考Java等等 那學科部分的話 其實各位可以去比較一下 那個跟國際政教的考試比起來 他的考試的難度 坦白講 不會比較簡單 而且其實很多都偏難 其實還蠻難的 裡面的話呢 主要有五個類別 五個類別 包含就是第一類別 就是Android的開發環境與核心觀念 所以我們剛剛做那些流程 開發環境 如果你沒有做過的話 你要硬背 當然也可以啦 不過你會背的很辛苦 什麼叫ADT 它會有一個 一二三讓你去選 什麼叫Android SDK 讓你去選 其實 這個答案其實都是在你做的過程 如果你做過的話 你會很清楚 不用猜的 因為你知道答案是什麼 OK 那再來的話呢 第二類是Android的程式概念 你對Android程式的 相關的開發概念有沒有 裡面其實主要我發現 考Java的比重很高 看來看去 其實基本上好像 都在考Java的學科 OK 那第三類的話呢 就是 應用框架 其實是Framework的運作原理 那第四個是資料儲存的應用 那第五個